快速鍵剛剛同學問到 Ctrl Shift加F可以自動排版 但是在這裡不叫Ctrl Shift加F 它叫Ctrl Auto加L 所以如果你打完字有沒有 假如它要排版 還記得把那個版面亂掉 Ctrl Shift加F Ctrl Shift加F Ctrl Auto鍵加L 一樣 只是你要重新適應一下 OK 那這個關於這個部分的話 我有在雲端上面放了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各位可以找一下 叫Enjoy的快速鍵盤的對照表 請自行去查閱 沒辦法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功能 我記得我有設定過 在那個設定setting裡面找一下 它可以把快速鍵改成跟Eclipse一模一樣 我有改過 只是說要稍微找一下功能 因為有時候功能太多了 再來的話就是那個顯示說明 因為我剛剛顯示說明檔 跑到一半那個磁碟空間不見 可見那個說明檔非常的大 那那個說明檔 預設是沒有的 那你要怎麼樣 比如說像剛剛那個Activity 那因為我想要顯示旁邊 有沒有現在這個說明檔 它會出現Activity 比如它的生命週期 或Activity這個類別 到底裡面它包含哪些成員的屬性跟方法 那我要知道 那當然這個地方功能 預設是不會產生的 你必須把這個文件 從網路上抓下來 再去設定 它就會啟動起來了 不過它跑得未來太久了吧 OK 那理論上它應該會跑那個內容出來 那現在是怎麼一回事呢 剛剛有跑出來 那裡面會出現 而且會出現那個Activity的生命週期 那這個是 它這個Load有點慢 我不知道是不是哪邊的問題 因為我自己的電腦是沒有這個狀況 還是說我剛剛下載不完 有出來了 OK 那裡面的話 Activity是什麼 它這邊有相關說明 那最重要是底下這個 它的生命週期的這個圖 也就是說 Activity呢 它一定是uncreate開始 然後呢 在開始 它有很多的那個生命週期的步驟 uncreate之後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什麼 unresume 這邊 往下找 這邊有個表 uncreate unstart 開始 unresume 它就running OK 所以基本上它流成這樣 因為這個有寫過 那個app 大概都知道 那如果說你今天 假如你按一下那個back鍵的話 它會怎麼樣 unpause unstop undestroy activity shut down 但是如果你按home鍵會怎麼樣 unpause unstop 不會執行 undestroy 所以記憶體還在喔 你們現在未來可以試試看 後面我們有個範例類似想像這樣 那到底這裡面 activity裡面包含什麼東西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所以這第二個 快速鍵可能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們的說明檔要額外增加 那說明檔怎麼增加 請記住 第一個 在file裡面有個setting 檔案裡面setting setting裡面的話請各位找到 第一個 請這邊找一下 上面這邊 裡面的話呢 會有一個systemsetting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android SDK 裡面的話有一個sdk的tools 請你把這個 原來我這個可能看到因為 應該把它打勾 有沒有發現 打勾之後的話呢 按ok 或apply 把它允許 因為ok 第一步請你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先做下載 它會先幫你把那個檔案 從google的server上面把它下載下來 所以這邊說setting 這個file裡面的setting setting裡面呢 找到那個第一個選項 這個 the systemsetting裡面找到android SDK ok 然後再切到這個sdk tool 裡面的這個 這個 應該 記得起來吧 ok 好 打勾 那第二個它還不會顯示 它要一段時間 全部下載完之後 第二個 你還要再到那個editor 裡面的這個general 去把那個裡面的時間打勾 它才會顯示 不然它不會顯示出來 那當然你這個不好記 所以 我有把這兩個東西 放在雲端 有沒有 這個是 快速鍵的相關說明 第二個是 顯示說明的檔案 那畫面在這裡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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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游標放上去就會顯示了 但是可惜啦 我本來是想說 看網路上有沒有android的那個中文翻譯 就像那個java那個 但是我找了半天還是沒有 如果將來如果你有找到的話 你告訴我一下 其實應該也可以自己做啦 只是說你可能 背後需要用google的翻譯 翻譯 反正至少可以 是翻的 至少比那個 你重新看那個英文 會應該來的快一些啦 所以如果有這東西的話 也許你可以分享出來給同學 這兩個部分 快速鍵跟那個顯示說明 再來的話呢 剛剛有提到 您按下按鈕幾次 那我大概需要幾個變化 一 在啟動的時候 把字的顏色變成紅色 第二個 在啟動的時候呢 把它的字的大小 換成30號字 第三個呢 把這個字 比如說按一下 確定按一下 它就產生一字 那做法上面 不外乎就是幾個啦 第一個 現在不能動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等一下再來看 OK 這個很花時間 因為我剛剛有把一些東西刪掉 我希望它下載到最後 又空間不足 所以其實Android Studio 這個非常佔空間的 所以你將來 那個放的磁碟機 我們要找一個 它會大一點點的 那我是比較建議 那個磁碟機 最好是SSD 固態硬碟 它裡面小檔非常多 那如果你小檔多的時候 其實用那個SSD 它的效率 一定會比這個 原來傳統硬碟快太多 因為傳統硬碟是 用馬達嘛 你要移動 要去搜尋 其實都沒有SSD來快 速度上至少差了幾十倍上百倍 所以有的時候 像剛剛的動作 有時候會覺得 可能在自己電腦上很順 可是為什麼來到這邊 就變得不太順 主要原因跟SSD很有關係 所以如果將來你要開發個APP的話 剛剛早上講過了 有些規格可能你要去衡量一下 就是如果那些規格你不太符合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 就是做一點 適度的升級 把你的環境稍微 建立起來 那我是蠻建議 就是如果你的notebook 可以再插個兩條 或者是本來插那一條的話 你可以至少把它換8G 我記得 因為我前一則換 那個notebook的RAID 它最低的時候 不到一千塊 那我那時候就直接 就把它更新到16G了 就差兩條8G 所以現在跑起來 基本上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說的 那 hope 個